安倍不幸身亡 当地的医院研判 他是因为颈部的两处枪伤 心脏大血管损伤 导致心肺停止 关键死因是失血过多 台湾外伤医学专家也分析 安倍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应该就是伤到了心脏和主动脉 一旦受损就很可能致命 很难再救回来 还有急诊医师认为 子弹有可能也一次打穿许多器官 这会让枪伤的急救更加困难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遭到枪击身亡 当地医院研判 安倍因为颈部的两处枪伤 心脏和大血管的损伤 导致心肺停止 死因是失血过多 台湾卫生医学专家也分析 心脏和主动脉受损 可能是安倍直接致命的原因 那如果说他直接受伤之后 就失去生命真相的意识 应该是击中了这些 会直接威胁到生命的地方 那基本上就这两个器官 应该最主要是致死的原因 在事故现场没有手术 没有其他器械的状况之下 大概只能够从外部去做压迫 所以其实没有办法达到 很有效的质学 基本上来讲 很难能够救的回来 也有媒体报道 安倍的心脏周围出现血块 一时就分析 当心脏破裂 火星包膜的血管出血 心脏就会因为被血块填满 无法收缩 血一无法送出 就会对生命造成立即危害 所以其实 没有什么黄金时间 就是能够少一秒就是一秒 因为枪张其实这个子弹 从前面打进去 它并不是只是在前面这个地方 有伤口 它可能会在身体的各个地方 在身体内弹跳 那弹跳过程之中 其实它可能会伤到很多器官 对急诊医师来说 枪伤相当复杂 因为子弹可能一次打穿 许多器官 病患要开刀 就必须同时会诊 多科别的医师 而且子弹碰到骨头 可能会被弹射折射 造成更多器官的伤害 有时子弹还会卡在体内 光是要把它取出来 就要花上许多时间 更有急诊医师认为 大部分严重枪伤的病人 存活几率只有25% 即使幸运存活 也可能因为缺氧太久 导致脑部病变 变成植物人 急救过程对医疗团队 以及伤者来说 都是跟生命拔河的巨大挑战 记者中文报道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遇刺身亡 驻日代表谢长廷上午出面 表示已经代表代表处 在第一时间致电慰问家属 总统府也决定 7月11号全台政府机关 公立学校下半期致议 来感念前首相安倍 毕生对台日交流 做出的伟大贡献 日本驻台代表全玉泰 则透过脸书发文 也希望安倍和前总统李登辉 能在天上一起守候日台 手捧鲜花缓步走进大楼 周六一早陆续有民众 来到日台交流协会 对已逝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献花之一 我就是以台湾人的身份 来为安倍晋三 这个伟大的政治人物 来致敬这样子 他那么挺台湾 我想我今天所做的 应该是很多人都想做的 之前疫苗的时候也有胜过 然后我们地震的时候 他有帮助我们 听到安倍遇刺身亡 隔海台湾民众也同感震惊 无法亲自到场献花的 还请花店带送 日台交流协会正在规划场地 让民众来追到 日本驻台代表全玉泰 也在脸书发文悼念 祈祷安倍能在天上 和前总统李登辉一起 为日本和台湾强力守候 而驻日代表谢长廷 第一时间也代表政府 慰问安倍的家属 不久前才跟安倍见面的谢长廷 回想起相处的点点滴滴 感触很深 史上最挺台的日本首相 骤然离世 总统府决定在7月11号 全台政府机关和公立学校 下半期一天 感念安倍前首相 毕生对台日交流 做出的伟大贡献 记者全身方林辰职高脚 台北日本采访报道 选战议题是续来关注 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 涉嫌抄袭风波越演越烈 台北市议员文鸿辉 再出提出了新市政 表示林志坚在中华大学的 论文正本出版时间是 2008年的8月 不过逐科的报告 早在6月20号就已经刊登 明显就是抄袭 他还打马爆料 论文在2014年禁止外界 难道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对此林志坚则回应 他自己是在5月就已经完成论文 还反控这就是抹黑 怎么做两届市长的人 连契约都看不懂 真是不学无数 高分被开唱林志坚不学无数 北市议员王鸿威 猛攻林志坚论文抄袭争议 再提新市政 在6月20号 这个委托案的刑贸报告 已经出来了 林志坚在6月26号 它是口事 论文出版是在当年度的8月 它不是就已经侵权了吗 我其实在5月就已经完成了 这一份论文 因为你要跟口事委员也要约时间 林志坚口径没变 论文5月就完成 但王鸿威锦要在中华大学图书馆 交到论文正本 上头出版时间是8月 但逐客报告6月就出炉 还点出这论文 从2014年起就不开放外界 它是否真的有办理相关的授权 以及支付第四条第四项所讲的 费用给厂商 让厂商转而支付给逐客管理 应该针对这一部分强加的调查 潮喜以云还牵扯到侵害著作权 律师颁出法条 又主管局着手调查 但令头台大心有回应 北市议员徐草兴 6号向台大检举林志坚的论文 涉嫌抄袭 8号获得正式回复 已经通过要件审查 台大确定受理 我的这两个论文呢 都是在指导教授的这个指导之下 我自己来把这两个论文完成 台大的这一个论文 我是原创者 两本论文都现抄袭一云 林志坚这句原创者 恐怕还得看台大的审查结果 这台并台湾这么报道 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 后被称作是活化石 俗称钢盔鱼 现在数量越来越少 在金门还有民众发现 居然有渔民就载了一正车的后 要到市场去卖 县府货报赶紧调查 才发现是渔民误补 也准备要缴回水市所来收购 眼前这长得怪异的生物叫做后 过去常有人偷偷拿来私下交易 但在金门东门市场却出现这幕 货车车楼上全市后 塑胶桶也被堆得满满 有民众目睹这一卡车的后 竟被渔民光明正大拿去贩售 记得把照片PO上网 网友看了也忍不住直呼 真的好夸张 水市所接获通报也立刻调查 还好只是渔民误补正打算拿去水市所 事实上后在金门俗称钢盔鱼 是海洋无脊椎动物 已经有几亿年的历史 因此更被誉为活化石 但在国内并非保育类动物 在后的身体里面来植晶片 我们下次再继续来放到海上来追踪 现在后也慢慢减少 我们也希望呼吁我们的民众 尽量也不要去买这些后 后在台湾本岛很少见 甚至金门澎湖能发现踪击 因此幸福加强保育 希望能杜绝渔民的捞捕 减缓活化石绝种危机 记者欧米亚金门报道